因为他的训练听说非常非常残暴 因为看路神都被他虐哭了 有点担心 我感觉我吃了所有的东西 营养都已经不见了 拜拜 拜拜 一路远 拜拜 加油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萝卜 身后的是 C Nation Gym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这个健身房是谁开的 对 我现在来到美国 然后从我住的地方 到这个健身房一共45分钟的距离 然后刚刚抵达 仔细看我现在还背着包 然后准备进去找一个大咖也好 或者说你家老师 他叫 对你猜中了没有 米洛斯 对 这是他开的健身房 这健身房是个纯纯的铁管 本来是想找查尔斯训练 但是他因为身体原因 无法找他训练 但是没关系 离我家更近的地方 而且非内心 然后米洛斯挺喜欢我 他之前还就在印子上面 还放过我的照片 他对我赞赏有加 也很喜欢我的形体 在日本赛的时候见过面 塞亚赛的时候也见过面 大家熟知他是因为路神 但是我很早就知道他了 关注他 应该有三年左右时间 废话不多说 今天找他训练 然后我跟他约了四次的训练 然后今天是第一次约他训练 然后我很激动 因为他的训练 听说非常非常残暴 因为看路神都被他虐哭了 有点担心 虽然我今天是 早上空腹了很久 然后身体很疲惫 但是同时精神上很兴奋 因为要跟他训练 给你们带来一个 非常非常精彩的干活 直接里面见人 好 这边是 你好 你好 再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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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妈妈 好像是一位小伙子 你和你一位 我们前面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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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狂的 看起来是有阻力的 看起来是有阻力的 好 看起来 前面 看起来 词词曲 开心 词词曲 开心 好 回忆 你来看看这个 要看看 很 好 然后放一会 然后做一个扣 远远远远远 这个是一个具体 多少钱 读到吗 I had 60 for like 5 days I know it's hard to swim with you That's why I like it Thank you 有种要上刑罚的感觉 他正在努力也把所有器械都搬过来 有一点虚 擀的成績 If you can' ET 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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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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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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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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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每天有三餐是无笋 另外几餐就是随机搭配的 因为很久没有自己去选食材了 之前都是我妈和我女朋友在外面选食材 所以现在来的超市有点陌生 所以这花菜有好多种颜色 白色橙色紫色绿色 吃白花菜还可以 我要吃西兰花的话 我就感觉肚子会长气味 白菜我们家有 然后去买一点没有 我看到我自己了 这次比赛跟上次 现在我女朋友在挑洋葱 给你们讲一下 我没有断钠 我目前为止没有断钠 今天是周一 没有断钠 然后我的水也没有特别高 我准备非常平稳的进入我这个 最后几天争取一步到位 就是一步就是进入比赛 比赛跟平时不会差特别多 不像上次很起端 这次我不走极端 我准备走平稳的路线 好 我想起来了 我还有个蔬菜是 Spanish 叫什么来自的 菠菜 菠菜 对 叫菠菜 好 那再去买一点菠菜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蔬菜我选择吃这种西葫芦 然后第二个是卤笋 第三个是菠菜 对 这是我三个备在的末期 最喜欢的三个蔬菜 好 三个 这菠菜多少钱 菠菜一块四 你可以看这么小捆菠菜 要十块钱吧就算 要十块钱 不止十块钱 要十二块钱 OK 买完这捆蔬菜 然后我们就去挑肉 挑肉的时候给你们看一下 价格比国内其实又便宜得多 这是我们选择比较多的一款 我们叫它黑鸡蛋 因为只有这一款里面 那个蛋黄比较黄 这边很奇怪 不太像国内 国内很多的蛋黄都很黄 然后这边的蛋黄 很多大部分是不黄的 就是更淡一点 但它们的蛋白很大 国内的蛋白比较少一点 这边的蛋白很多 就是价格好像这边会更贵一些 品种非常多 有从便宜到贵的都有 但整体刚才就是说区别 就是它们蛋黄 我觉得没有国内的好 但蛋白比国内蛋白值要高一些 因为更重一些 它这边一个鸡蛋大约有6克蛋白质 然后国内好像是5克左右 这边会稍微多一点点 然后我会选两盒鸡蛋 然后一会就直接去挑一下肉 还有蛋白在哪里 给你们看一下 我知道现在国内也有在卖 但是比较少见 然后这个是蛋白的液 然后它经过消毒 所以之前我还学健美运动员 直接深喝的 然后这边是46克有5克蛋白质 然后今晚上我会吃30克 蛋白质的蛋白液 然后这个基本上 两三天就可以喝掉一罐吧 因为很方便 真的很方便 然后不需要像 在国内的时候 我经常就是吃一个鸡蛋 然后把蛋黄扔掉 这边就不会那么浪费了 现在来到了食肉动物区 然后就是我小萝卜 就是食肉动物 那这边呢我需要挑肉 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肉真的很瘦 首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肉 是不是超级超级瘦 然后我会把它切成小丁 然后去炒一下 也挺好吃的 这个而且你可以看价格 而且晚上还有打折是 5.69刀 所以这边肉比较便宜 然后再要买一般鸡胸肉 鸡胸肉的话我一般喜欢吃 还在哪里 鸡小胸 我一般喜欢吃鸡小胸 会更嫩一些 我再找一下鸡小胸 对这个超市有点不太了解 我没有找到 算了我买个火鸡胸肉吧 这个是国内不太有的 就是火鸡胸肉 对 现在美国在感恩节嘛 就感恩节结束了 当然 他们喜欢吃火鸡 然后美国人平时也喜欢吃火鸡 然后这边有个99% 看没有 它体脂超低 应该是体脂最低的肉类 我今天也吃了 然后再拿鸡小胸 鸡小胸的体脂 鸡小胸也是99%吗 对我刚刚看到这里写着呢 在这在这 98% 98% 然后火鸡胸1% 然后火鸡胸赢了 这牛肉我估计 牛肉你觉得这个牛肉多少 我觉得20%左右吧 对 所以我们选了 都是一些体脂的怪物 对 我女朋友想要吃牛排 就买一块黄油 准备给它煎一下 因为我的 虽然其他的厨鸡一般般 但是我的煎牛排工地还是可以的 一绝 一绝对 在大学养成的这个一绝 你看这个 他们的鸡 给你们看一下 谁的 我考这么重 对 还要买水 现在 我每天要喝 八升水 也没有那么夸张 因为之前这个时候已经要喝到10升 到12 13升了 这次的话就是喝八升水 所以现在去买水 水也会比国内要稍微贵一些些 其他就没什么了 我们其他的家里面都有 只要买水 他要买这个 Glays Donut是我最爱的 这太甜了吧 这个说实话 我比完赛我都不太会想吃 因为之前你们也看过 我参加一万卡挑战 真的吃沙奇马 吃的我都已经要崩溃 太甜了 不喜欢吃甜的 所以去买水 然后买完水以后 趁现在没有人抓我 然后我准备直接把这些东西 给你们看一下 总共价格是多少钱 这应该是我几天的食 这两天 对这些所有东西应该是我两天 两天到三天的所有的餐吧 然后这个是我目前喝的水 是这个 碱性水 然后这个是它没有 它里面有喜马爱 有些矿物质 所以我现在不太介意这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也是碱性水 是吧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水价钱 现在也在打折 然后原价6刀 然后现在是5刀 你们要这种大桶水是吧 我现在基本上每天要量量桶水 再打一桶 再打一桶那个蓝的 这个是一加轮 然后每天要喝两加轮 就量量桶水 我还是会选择 亲眼比比较高的东西 便宜一个两三毛 它没什么东西了 我们就结账吧 我现在路过了 这个可乐区 一般来说在备赛之前 我跟你讲过 这时候属于我的欺骗餐 欺骗零食吧 然后我会喝这种大一口 就是零度可乐 但是等到我备赛最后一周的时候 我会把它断掉 因为我觉得它还多多少少 会给我出一点水 反正不太利于我最后一周 所以我也不太建议 如果你有很重要 就是在备赛的最后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需要这些可乐了 补气还是可以的 对我这次不会断补气 不要上次我把所有味道的东西都断掉 这次不会 因为它这些蜡其实还比较少 我们不断 这次不断蜡 我刚才吃完最后一餐 因为实在忍不住太饿了 现在已经几点了 一点半 我们还要上传视频 所以为什么最近更新视频比较慢 就是因为我们过来以后没有带电脑 回国去传东西比较麻烦 但是不会让我停止给你们做内容 刚才我们一共花多少钱 81.58 这应该是我三天左右的饮食 还有包括我家人 我之前算过一次我大约一周的开销 大约是在120美元 开销大约在120到140最多 就如果说是每一菜都在家里面自己做饭 所以其实还可以 也包括我算过一比在国内的开销 我一个月大约是在6000 所以其实国内可能还要更大一点 因为肉比较贵 毕竟备赛的话要吃非常多蛋白质 但飞赛鸡的话就可能 我觉得飞赛鸡可能在国内会更省一点 所以其实差不多也比较习惯美国的这种生活方式了 然后我觉得非常适合飞赛 本来其实已经比较累了 后来发现自己有点感冒 希望今天的感冒就明天就好 因为明天我还要继续跟米罗斯训练 如果说你们喜欢我跟米罗斯训练 因为他训练真的没办法给你们做讲解 我尽可能给你们多保留一点素材 但是起来之后想一个办法 给你们再完整的放出来 但不会放到我的自己的 目前不会放到我的自己的主频道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在这边写一下喜欢两个字 一些满篇喜欢的话 我关于米罗斯虐我的这个系列 对 这么会出一气 我也会珍惜每一次跟他训练 我觉得我的感冒可能多少 因为他今天虐我虐虐的有点狠 他怎么虐虐路神的可能就怎么虐我 真的有一种练完腿以后 马上恢复过来的这种感觉 我下期视频应该就会去比赛 还有一个神秘的事情就是 现在还先不跟你讲 希望喜欢这期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最后别忘了六周前日大挑战的 就看你了 最后几天了加油 欢迎各位回到 《萝卜的六周甜之》 《萝卜的六周剪止大挑战》的追踪片章 那此时此刻你看到我 表示你们一定在期待一定在等待 最后一期视频到底该怎么录 那我先去告诉你们非常简单 需要你们做几件事情 一 你需要肌肉 第二 你们需要 燈光 然后第三 你需要 中卷 然後當你在最漂亮的時候 你要給我們展現最自信的你自己 這麼辛苦的 減止了六週 你參加蘿蔔的六週減止挑戰 必須在最後一刻展現最漂亮的自己 各種角度 沒有沒有那是不需要 然後呢就跟第一個視頻一樣 可以展現你的背面 然後最主要的是 這一次你要說出的是 我成功的完成了小蘿蔔的六週減止挑戰 只要你說出這句話呢 就可以驗證你這個視頻 是在看過我們這個視頻之後才錄製的 然後最主要的就是把這個 現在完成的視頻 再加上當初的和小蘿蔔一起每天加5棒 這兩支視頻同時傳到郵箱裡面 標題為我成功的完成了六週減止大挑戰 那看到這標題很明顯 你就是最終的參賽選手 所以我們就會去挑選你的視頻 然後去驗證你是否屬實 你的一開始和現在的視頻 然後作為郵件內容呢 請你把當初的數據和現在的數據 給我們做一個最直觀的對比 當你完成這些所有的東西之後呢 然後你就稍等 我們會選出5個人 最後就交由廣大的微博粉絲去投票 然後最後呢 說不定就是你 就是那個幸運的粉絲 作為優勝者獲得蘿蔔的兩萬元 現今大挑戰的獎品 當然其中最激動的 可以跟蘿蔔共度量 週末 最後當然就是感謝大家的參與 以及你們耐心的等待 以及我們這小小的一點延遲 希望大家迅速的投來你們的郵件 我在郵件裡面等你 請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